因为这个是我亲自的一个经历 之前有朋友让我来买 然后我去买了 那个老板娘居然问我 就很明确的问我 你是要真的还是要假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定居的肖恩 带你看真实的泰国 上一次我发了和莉莉 和美女一起逛菜场啊什么的 好多人看了以后 在后台问我 说哎呀莉莉怎么好久没见了呀 你怎么不跟她玩了呀 那么今天正好我把莉莉也约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就是在青麦啊 就是最地道的一个市场 这个地方会卖一些果干啊 会卖一些那些土特产 很多到青麦来游玩的人 我很推荐你们到这个市场里来 Hello莉莉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我是莉莉 进来我们去逛吧 Hello我是菲菲 Hello 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吗 这个是薄荷吗 叫什么人家 烟草 我说角还那样啊 角 水会红红的放东西放东西 角角角就好 是檳榜吗 哦 檳榜 是檳榜吗 这是檳榜叶子吗 这是檳榜叶子 这个是檳榜叶子 这个是叶子可以全部都找 哦 那这个就是那个吧 就是那个 出秀的爸爸的人家 爸爸哦 爸爸 白子做不是爸爸哦 白子做的 他们进去 在锅里面啊 放在里面好了的话呢 就有点 怎么样的 好了的话他们拿去葱 这样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这个米线吗 吃过米线肯定吃过 泰国米线 那么鸟还会放的这样的 放在里面 我都不知道 啊 这边还有菜场的 他连菜都卖的 这里啊 开心也有 嗯 水果也有 牛油果 知道吗 这个是那些辣子 我们要去做成那个咖喱啊 还是怎么样 就是之前买它的这个去煮 原料 对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 这个你们有吃过吗 这是啥呀 它里面是酸肉 酸肉 酸猪肉 哦 银的 哦酸猪肉我很爱吃的 嗯 这个的话呢 回去还要煮吗 不用 呃就看你吧 平常我们的话不煮了 拿仔细的话放在网怎么样 拿那个辣椒油 直接就能吃 还有这个 蒜油 拉蒜油 哦蒜油 蒜油怎么样放在一起 都要吃 哦 白鞋还是新来 我们买这样的 拿回去 这个辣椒酱是吗 我跟这个吃 这个是还没有炸的那个猪皮 哦 可以自己拿回去炸猪皮 上面的这个就是炸好的 炸好了 很脆很好吃 对我也很喜欢 我爸爸也很爱吃 就是每次我回去都会要我带 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经常看到泰国人有很多这种 第一个是我们呃 呃 白鞋的一个 那个那个就是如果佛姐的时候 嗯 他们会买去了的话呢 就是放在那里 就是 姐他飘飘飘样样 好了 下面你们有看到过吗 我还有看到差很多钱的 对 差钱的 如果是做功德 那个钱的话呢 然后佛姐的时候他们会拿去供奉 好的话 他们要拿那个钱去 和尚要拿去敬报 什么样的 寺庙啊 什么哦 明白了 所以在泰国他们捐钱 有很多都是插在那么一个杆子上 像个发财树一样 然后整棵树就去给和尚给庙里 有些人做什么样 他做什么 啊 漂亮 诶这个也很好看 手工做的 对啊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 你好 哦 这个有 我看到了 185度 四十块钱 很便宜 这个是你们拿来装什么的呀 他说要看你们要放什么都可以 但是等等的话呢 人家拿去放那些活牌 啊 放进去里面 怎么样的 就自己不带的时候就放在这里面 是吧 对的 也是要封封的 啊 啊 啊 竹子做的 啊 啊 这个还真的不懂 这个外面的话还会写 台主的字母 你认识吗 我不会认 不认台主的字是吗 那这个不是泰文啊 不是泰文 是台主的 哦这个不是泰文啊 对 对我看来都一样 很像嘛 他说我们可以叫狗靠嘛 像 放米饭的盒子 很像 对对对 那这个的话呢 它的意思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 每天都会有饭吃 哦 它是一个 米线 哦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一个信仰的国家 我们可以 信仰的国家 对 那这个就是装饭的了 对不对 这个就很像 这个我们糯米饭吃过 如果怎么样都会有这样的 糯米饭无猪 湿猪 他们就会放在里面这样的糯米饭 啊 还有一张那个 什么 塑料袋 塑料纸 对 对 所以和那个刚才那个装 装婆拍的好像啊 这个的话呢 是这样哦 他们 要装糯米饭的 嗯 会拿糯米饭好的的话呢 就是洗水 放水 哦 桃米的 桃米 嗯 他们又会放在这里 又等一下拿去煮的 怎么样的 哦 都是手工做的 这些 如此做的 八十九 有意思 有意思 哦 看到好多果干 对的 什么干果都有 这个是 呃 芒果干 那在清麦最值得买哪一种 果干 龙眼 龙眼 什么 龙眼 那个芒果 哦 芒果干 一百泰铢 一百八十泰铢 如果你要多可以煮 可以跟他讲价的 哦 这里是可以讲价的 是吗 一点点 你问他像这个能不能便宜啊 你帮我问问 哪一个 这个吗 龙眼干 对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呃 差不多最低能多少 一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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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可以还十租 对 还到一百五十他就不同意了 不同意了 刚才我说一百七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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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汤 哦 煮就是要做什么 煮汤 煮汤的 这个是要做的 这个就是直接就可以吃的 什么 这个可以当零食 嗯 嗯 所以 所以像在泰国这个地方 瓦洛洛这里还价是能还 但是还的不多 对啊 多多少少可以还下来一点 嗯 明白了 虾怎么样 肝货 我们那里叫肝货 对 肝货 还有肝蘑菇 那什么呢 最近的话呢 哦 蘑菇 对 还有木瓜 木瓜 诶 老板娘会讲中文啊 会吗 会讲啊 会讲啊 老板娘这是中国人吧 这是中国人 好厉害 诶 那个是炸猪皮吗 那个不是 不是猪皮 这个是鱼釗 哦 鱼釗 哦 哦 这个是鱼釗 诶 这里有那个榴莲干耶 对的 榴莲干这里卖的贵吗 榴莲干 你还他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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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株 120株 那你还好 180株 180株 所以 就基本上是210克的这种是180株 80株 这个72克的是120株是吗 对 老板娘哪一个最好吃 他给我们带到旁边去了 哈哈 他自己摊里难道就没有好吃的吗 嗯 老板娘 我们吃鸟干 嗯 他给你试试吃 嗯 好 试吃一点 你们试试吃吧 好 我们试试 试吃一下啊 嗯 很浓很浓的榴莲味 那就是把榴莲冻干了应该 然后感觉不重很轻 所以的话那一包里面的负量应该不少 嗯 来一包是吧 你帮我问一下这个是哪一种 很好吃 哪一种啊 你可你了哦 哦 简包装的 对对对对简包装的好 哦 这个多少钱啊 他来看呢 年轻来还是为了750多 这么贵啊 他被拍张 他说是搭配的没有加粉 哦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夹东西的是啦 对 所以他那一些包装好的可能还不如他这个 这个比较便宜 这个比较便宜 450多 这个是加什么啦 加过粉 加过粉 加工过的算是 这个的话有多少种 半公斤 哦 半公斤 哦 那难怪那么贵 这个来一包 啊你呢 他说要这个还是这个 这个他可以分 你要200 300株也可以拿 那就拿个500株啊 好啊 啊你哈老一把 哈老一把 忍不住了 太好吃了 买500泰铢的 也就差不多100多块钱啊 500泰铢 100多块钱 看看100多块钱有多少 啊 榴莲干还是蛮贵的 你看看啊 我说要500株就100多人民币 他就拿出来那么小个塑料袋 那看来就装不了多少 啊 哦 还送我一片 哇太好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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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嗯 那这一些 这一些就是六百 六百他还要送我两块 嗯太好了 哇 还送那么多 嗯 太好了 而且付钱很方便 这里连那个支付宝和那个微信也都有 这家店没有招牌 但是是从这个入口进来啊 就在这个边上 在那个主市场的旁边 对面好像是卖什么经营首饰的 这一家店 我建议你们可以来就不要去买那种树丰包装好的 来吃这种真的是非常地道 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们形容他的这个味道 就是真的跟榴莲是一模一样 好大一包啊 好 好 好 谢谢 莉莉跟老板娘说 很多中国人以后会来找你买的 然后老板娘就送了我好多啊 送了我好几块 哎 怎么这么小啊 这个叶子 这么小的叶子 多少钱啊 十五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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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株啊 那就三块多钱一个 哦 那你喜欢大的呢 哦 我喜欢大的 我就小的很稀奇啊 那个三十株 这个十五株 二十五株 二十五株三十株 按照大小来分的是吧 当时它的水很甜 水很甜是吧 嗯 就这一类的就没有外面那个壳的 就是我吃到过 它的水都 它里面的这个枝真的都特别的甜 买这种硬硬的 以后啊记得啊 你们来买这种硬硬的啊 就这种 好莉莉又带着我们穿过这条马路 我们到旁边的一个市场再去看看 哇 我看到有黄金哎 泰国的金子贵吗 我不会说 要有人叫什么样叫 尼克莱斯什么呀 呃 你们这里叫一株是吧 对一株 这个 你这个是两株 两株 两株就是株就是一个重量单位 我们泰国的重量 我是放你从泰国放你出来 但是不知道是多少 多少克 不知道多少克 问问他们呗 他们可能知道 一千九百六十株 那么也就是要四百多块钱 四百多块钱一克 四百多块钱一克 工钱啊 什么人工费 什么都算在里面了是吧 金钱啊什么的 哇 这么多的房间 我跟你们说 这个如果中国男的要推泰国女的 买金子给他 他们最喜欢金子是吗 喜欢可以 哇那你脖子上挂的是谁送的 我妈妈送的 你妈妈送的 我妈妈是土豪 豪 土豪 你好 如果像英语的 像英语的带着这样 它是属壳台的那样的 雕刻 雕刻 这样的话 比平常的贵很多 雕刻过的会贵很多 对 因为还用手工 什么样的 这样会比较贵的 像这种 这种像都会便宜一点 比较便宜一点 但如果这样嘛 这样花花的 这样就会比较贵一点 哦 花花的就会贵一点 有红色以上 那这是属壳台的那样的 素可泰的 素可泰的 素可泰的花的 嗯 还是蛮漂亮的 我教你们一个诀窍啊 出门来 不要给老婆再去买什么LV啊 哭泣啊 我告诉你你就买黄金 又保值又贵 老婆又喜欢 对吧 你去买个LV 老婆备了半年不要了 我靠几万块钱就不见了 对不对 黄金你买回去 告诉他 老子花了五万块钱 给你买了个镯子 老婆开心的要命 而且你还保值 绝窍绝窍 嗯 然后又从这个市场穿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日化了化妆品 是吧 对 莉莉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觉得最好用的 泰国人也在用的化妆品 好不好 好的 好 莉莉的话呢 走去买就看到这个了 这两个皮肤油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用 又品益 又好用 这个皮肤油啊 对 莉莉有些时候也会用的 也会买在一起 对 皮肤油 就是身体乳是吗 皮肤油我没听懂 生意好好啊 这么多人 没有游客的情况下 都是当地人在买啊 化妆品的话呢 就像这个 睫毛膏 莉莉也用 他特别那个就是又长 又黑 啊 我们看看莉莉的睫毛 我没有做哦 没有 可是去做怎么样的 嗯 就是用这个 嗯 这个多少钱啊 平常的话349 在哪里买的话 但是自家卖259 特别便宜 哦 在这里卖就特别便宜 那就50多块钱了 对 所以这里基本上是一个批发的一个地方是吗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到这个地方来买 是的 大部分都是在这里买 这个的话不用介绍大家也应该知道吧 啊 这些中国人都知道了 蛇毒面膜啊 什么的瑞啊 什么啊 蜗牛霜啊 这些都是在这个地方 是的 价格呢 价格的话也是 泰铢啊 730 629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价格 他说那个已经紧价哦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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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55 剩下255 哦 现在就打折很厉害是吗 对 啊 啊 中国喜欢 中国人喜欢 因为它是补水 补水的 啊 哇 它说中国特别冷啊 啊 有冷的地方 对冬天 什么样的话呢 皮肤肝就适合用这个 啊 这个 它是像那个 羊要出生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包装 它的额额 我知道了 胎盘 羊胎盘 羊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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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谢谢曾经做了一个中文了 也是顺夫路啊 对 因为不管我们那个怎么样 泰国人皮肤黑黑的 像莉莉当时摸起来 莉莉皮肤滑滑的 哦 莉莉滑滑的 真的 我想说 因为这个好用 你不想说啊 不是 我怕你们说要怎么样嘛 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真的很好用啊 对 699 这个是什么呀 防晒霜 哦 防晒霜 就是安南沙这个的话 日本的 但是我们泰国人大部分都会用的 哦 泰国人都是用这个 哦 像这个 我当导游的时候 是吗 就是 怎么样 他都没有这样 有些人的话 很多了 我当了四五年 哦 就是太阳扇的班 是吗 你用这个就不会有 那我应该买一点去用了 真的哥 要用个 要用好 男的女的都可以用 身子都可以磨 好 泰国的品牌 当时在那个 韩国出场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哦 这个的话呢 就是 莫雷斯卡 就是这样的名字 莫雷斯卡 莫雷的话呢 有它的这个口红了 啊有这个口红了 很好用吗 很好用 它是那个的 还有它的这个 你看莫雷摸的 这个 亮亮的这个是吗 亮晶晶的这个 对 就是拿的 就是这个 它有 好多颜色啊 颜色呢 你都买了吗 我没有 我都买了 我只是买了三个颜色 买了三个颜色 好 这个品牌的 也可以来看一下 是泰国的 泰国品牌 但是在韩国生产 是吗 对的 品牌啊 这个是泰国的 粉 哦 哦 哦 这样 三粉 对 哦 哦 但是抹了很那个 这个 贵吗 多少钱啊 不贵 这个的话两百 二十九五 哦 好便宜啊 对 但是很好用的 我也用 这个是 奥莱雅 哦 对 泰国最出名的这个 奥莱雅 哦 我用的那个 蓝的那个吗 蓝的跟那个粉的 因为网上用 跟白天用的 哦 现在多少钱 打五折 是 哦 只要二百八十九 二百八十九 这就折扣 折扣后的价格是吗 啊 莉莉拼命的 在向丹丹介绍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丹丹也买了 谢谢哦 金哥跟嫂子 哎 不用谢 我知道我买多一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同样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刷微信和支付宝 都是ok的 哇 莉莉的粉丝啊 哇 好害羞啦 他们居然都认识莉莉啊 莉莉也是泰国的一个网红啦 然后就是这家店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一家 刚刚在路上和莉莉一起出来 然后就有几个小哥 看到莉莉居然打招呼啊 那莉莉真的是 清迈网红 好厉害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来买的话 就不要轻易的去一些很小的那种店铺去买 因为这个是我亲自的一个经历 之前有朋友让我来买 然后我去买了 那个老板娘居然问我 就很明确的问我 你是要真的还是要假的 所以的话他们这里还是有假货的 大家要小心一点 所以要认准那种大的商店 大的牌子 好和莉莉逛完了市场 我们也到中午了 然后买了一堆吃的 其实我们去找个饭店 要去吃饭